朝鲜战争是新中国和西方的第一次对话 当时的新中国百年动乱刚刚结束 是一个谁也看不上的三流国家 在西方人眼里 中国人还是留着辫子穿着马挂的古墓僵尸 他的人民依然不堪一击 别说别人 就连中国人自己都瞧不上自己 一个鸡贫鸡肉的农业国 刚被鬼子揉定了14年 又在自家和兄弟打了一架 把家都打烂了 啥也没有 就是有一口气 为了保家卫国 我们选择出国参战 志愿军从运动战的催枯拉朽 到雌性战事的被动挨打 再到阵地战期间的反手围攻 志愿军连打了17个堂口 美军被生生大福 他们前前后后换了三位司令 损失了数百亿美元 伤亡了十几万轻壮年 用尽了除核武器之外的一切办法 就是打不过这个穷不垃圾的红色中国 帝国主义者畏微不怀德 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 要是讲一点理的话 那就是被逼的不得已了 三年的战斗 美军被打的遍体鳞伤 开始爱好和平 特别是上甘岭战役 美军每打上甘岭西边 打满全场的38军39军 专门挑了最弱的15军 结果还是碰了梅牙 第二年 伟人在大会上说 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美国人彻底死心了 朝鲜的谈判是从1951年的7月份开始的 一开始是在开城 后来是在板门店 这期间打是为了谈 谈是为了打 一直到了1953年的6月 双方重新叫定好军事分界线 就只等着在习上签字了 但是李承晚人灿引大 有一种我很强的错觉 他对韩军高级将领表示 不管美国那边达成了什么协议 他们统统不认 一定要坚持打下去 时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好心劝切 但是李承晚就是不听 这下好了 李承晚又不是克拉克的女朋友 他可没那么多心思去恐 直接撂下一句话 不管你同不同意 美国都要签订停战协议 李承晚的骚操作来了 释放了2.5万名战俘 说是释放 其实把大部分都强行出军了 他还对外放出豪言 要单独向鸭路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 一定要实现统一目标 这一点不但惹会中朝 还惹会了美国 因为双方谈判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俘 美国也决定让韩军自己吃点苦头 对于李承晚主动要求被打的行为 志愿军表示应该予以满足 金城战役随即被提上日程 这一次主要目标就是韩军 计划再殲灭李承晚军15000人左右 这个时候志愿军和入朝初期已经截然不同 不仅战斗经验更加丰富 而且苏联的武器也已经到位 这一次战役志愿军简直把大炮当央秒来查 在金城正面集结了1000多枚火炮 20多枚坦克 还有志愿军最爱的卡丘萨 志愿军炮兵向韩军阵地倾向了1900多吨炮弹 火力密度超过了苏泽战场的峰值 志愿军破天荒的打出了火力优势 用李云龙的话来说这种富裕仗咱们八辈子也没有打过 一波痛快的火力覆盖就打穿了韩军四个式的防御阵地 韩军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 当时负责金城右翼防御的是韩军陆军第一王牌 首都师团的第一连队江湖绰号白虎团 为了快速消灭白虎团 以往只有在美国大片里才能看到的特种部队作战场面 在这次战斗中被志愿军玩的风生水起 杨玉才带着12名身着韩军军队侦察兵组成突袭特战队 人高马大杨玉才扮演的是一个标准的美国顾问 这个cosplay非常成功 一路上钻蜜林翻山沟 就在距离目标只有六七公里的地方 遭遇了一支韩军巡逻队 杨玉才带上翻译盒向导 直接上前扯开嗓子大声训斥 前咕噜不转后咕噜转斯米达 大辽大百闯过了这一关 韩军人不傻就是有点脸盲 随着距离白虎团团团步越来越近 杨玉才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 因为像刚才那样和敌人不切而言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现在最急需的就是韩军口令 而战时的经历之所以传情 就在于很多无法解释的巧合和难以复制的奇遇 正当杨玉才为口令的事情着急时 突然发现13个人的队伍变成了14人 凭空多了一个人 原来这个多出来的NPC是一名韩国兵 志愿军烟花起地之后 他打算返回团部报告 看到自己的小队就跟了上来 没想到稀里糊涂的就成了俘虏 在经过一阵盘文之后 杨玉才得到了韩军的口令 地图视野全开 关口钥匙在手 队员们顺利的通过了报道关口 当白虎团指挥部的大门被狠狠踹开 白虎团团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指挥部成了几十名军官的合葬墓 指挥部里挂有一面漂亮的军旗 除了老虎长得丑了点之外 无论是绣宫还是橙色都还不错 于是杨玉才一把私下拿了回来 就这样 韩国第一王牌部队的团旗 成了中国军队的战利品 白虎团就是那个太阳的后裔 太阳的后裔被后裔的后裔暴打 欧巴们视为王牌部队荣誉的军旗 现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玻璃柜子里面 被叽叽炸炸的中小学生们参观者 照志愿军这么个打法 只需要再过两三个月 汉城北面就该加上大炮了 美国总司令克拉克有点慌 不能让志愿军以大胜的方式结束战争 开始配合里城管进行反攻 然而三天不到美方主动打来电话 表示要严格遵守停战条约 韩军属于联合国军归联军司令部指挥 如果韩军再有武装挑衅的行为 中朝军队反击将会视作自费行为 美国不予干涉 随后的谈判过程一场的顺利 停战协定签字生效 朝鲜战争结束 朝鲜战争获得伟大的胜利 历史仅15天的金城战役 志愿军付出了2.3万余人的伤亡代价 揭秘了韩军为主的敌军52,783人 俘虏了2836人 收复阵地约160平方公里 冰封直至汉城 在朝鲜战争仅仅结束两年之后 越南战争爆发 到了1965年美国更是直接参战 当时中国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 如果美国越过17度线 中国就会出兵 当年朝鲜的38度线 中国发出明确警告时 麦克阿瑟置入网文 直接下令全军过线 甚至讥笑说 要是中国敢出兵 就把中国打回17时代 10年之后 北约的17度线 却成了美国军队的红线 他们像遵守联邦宪法一样 听从了中国的警告 他们知道 在东亚大陆这地界 凭中国的战斗力和决心 基本上就是无敌的 这块地方 中国不发话 谁也打不进来 说不行就不行 几场都不好使 如果从战争的结果上看 朝鲜半岛 除了被炮国生根了一遍之外 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 南北朝鲜还是那样 两家依旧按照三八线 各各各的 但是这场战争 给中美双方都留下了 极为深刻的印象 志愿军羡慕美军的 饱和火力支援 精准炮火打击 和不同军队的配合 美军失手的飞机重炮 能直接支援到 前线迎联 一级三位作战 让志愿军羡慕的 做梦都流口水 美军则经历于 志愿军轻步兵 大规模 大宗旨的战术穿插 前线打着打着 突然从背后冒出来的几个事 吓得美军 做梦都是那 凄惨又犀利的冲锋号 今天 美国轻步兵 特种部队 在全世界穿插渗透 独步天下 而我们则彻底 迷上了火力输出 最终 双方都活成了 自己当初最讨厌的样子 我们下期见